感冒是一种极其常见的急性病症,一般一周左右可痊愈,很多人感冒之后都不会去,而是选择自己到药店买点感冒类药物,对付一下便能扛过去。 但是,近期却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心痛的事,一位年仅27岁的研究生,因多种药物同时服用,而造成对乙仙胺积分中毒,并最终导致身亡,这让人们在感到万分惋惜的同时,也给人们敲小了警钟,感冒虽是小病,但是药是因慎重。 对乙仙胺积分对乙仙胺积分是一种乙仙本案类解热,阵痛药,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中前列腺素没有及前列腺素,缓激态,阻碍等的合成,阻断痛觉神经末梢的冲动,从而产生阵痛作用,同时对乙仙胺积分还能作用于下秋脑体温调节中枢,以抑制前列腺素在下秋脑的合成, 引起外周血管扩张,皮肤血流增加,出汗凳,从而起到促进散热增加,解热作用,对乙仙胺积分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解热阵痛药,被广泛的应用于感冒的辅助,而且市面上大多数的感冒类药物都含有此成分,对乙仙胺积分过量的危害对乙仙胺积分虽,具有解热阵痛的功效,但过量使用也会导致人体自身的损害, 对乙仙胺积分有90%到95%需要在肝脏中代谢,所以经常服用或者过量服用,都会给肝脏带来莫大的负担,如在美国,每年会有5万的急诊和3万的住院病例,是由于过量服用对乙仙胺积分而导致的,已成为公众健康问题,同时,对乙仙胺积分也是导致美国急性肝功能衰竭的首要原因, 此外,长期大量使用对乙仙胺积分,还可能会诱发白血病,肝功能衰竭等症状,如果是小而过量服用对乙仙胺积分,还可能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中毒,从而导致大脑损害,神经功能解退等, 同时,如果同时服用两种,或多种含药对乙仙胺积分的感冒药,不良反应的危险性可能还会有所增加,剂量过大时还可能会引起肝损害,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甚至是死亡,当重复摄入的药物含有损伤肾脏,心脏的成分时,也会发生相关的器官功能损害,严重的还会造成肾衰,心衰等,甚至是死亡。 如何避免对乙仙胺积分的过量使用目前,市面上约有80%的抗感冒药都含有对乙仙胺积分,如快克,999感冒冲击,维斯银撬片,感冒清胶囊,克感敏,泰诺,泰诺林,百富宁,赶康,萨利通,康蒂德,白加海,碧里通,瑞迪菲,克感敏,塑效双风胶囊,海王爷的菲等常见的感冒类药物状, 都含有一定的对乙仙胺积分成分,所以,人们在日常服用感冒要时需谨慎,以免造成对乙仙胺积分的过量。 一般来说,成员每次涉入的对乙仙胺积分,不应超过500毫克,且两次服用间隔不应低于6小时,每日涉入对乙仙胺积分的总量不应超过2000毫克, 疗程不应超过3000毫克,小儿服用对乙仙胺积分时,每次服用的量应按其每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计算,且每次服用的间隔在4到6小时则为适宜。 12岁以下的儿童服用对乙仙胺积分时,24小时内不能超过4次,疗程不应超过5天。 另外,英语报道着,对乙仙胺积分,在新生儿的体内排泄缓慢,毒性相对较强, 所以认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应避免服用含有对乙仙胺积分成分的药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